為期三天的亞太青少年高球對際錦標賽是圓滿落幕了 我哥選手當中成績最好的是余涵軒跟呂孫儀的組合 以超標三桿的291桿並列第七名 其中呂孫儀是打出了70桿的成績 最佳生涯最佳並列收下冠軍 另外來自南韓的搭檔普賢慶和金榮雄 他們是打出了副8桿也是順利搶下冠軍 第18棟雨中推進封關Burdy 我哥選手呂孫儀在亞太青少年高球對際錦標賽 最後一天的表現不俗 個人打出Under兩桿 帶領隊友余涵軒排名向前衝 最後兩人繳出台灣隊伍當中最佳的總成績 Over三桿名列並列第七 今天就推桿很準 運氣不錯 我覺得就前兩天需要一點默契 因為他也是前一天兩天才來 所以我們就那幾天才下去練 才比較有默契一點 因為以前沒有打過這種比賽 經過第一天的四人四球 第二天的四人兩球 選手們最後一回合必須進行個人賽 和隊友分頭出擊 就讓才漸漸開始熟悉合作模式的兩人 又必須重新回到單獨作戰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第一天 因為第一天有人可以靠 就打不好有對方可以靠 然後第二天是 就是一顆球要打到底 對 一定要打完那種 比較有緊張感 個人賽當中 南韓女將普賢信全場表現並列最佳 打出Bogge Free的四隻小鳥 一口氣甩開其他競爭隊伍 最終就和搭檔金勇雄 以四感優勢的總成績 Underbargan 毫無懸念帶走第一屆金杯 團體冠軍 三回合的配對賽考驗 讓小選手們重新認識到高球 了解到這原來不只是項單人運動 並透過這次的機會教育 學習溝通與合作精神 UDN TV 吳嘉祐 吳敏 新桃園報導